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荆州首例确诊重症新型患状病毒患者 今天我已经好出院了 我也想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 医院的医生他会对你进行大量的抽血化验 拍胸天拍彩槽 根据各项检测指标来制定后期的治疗方案 这第一个阶段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跟上营养 变着去吃东西 因为你不吃东西 没有营养就没有免疫力 没有抵抗力 第二个阶段呢 这个阶段的话 这个必发科我们其实应该有三到四天 这每天你将会烧到三十八度以上 夜里是能烧到四十度 这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进入第二个阶段之后 这个人呢就基本上就算 相当于是缓过来了 然后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 就开始反攻 它会有作用 然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一个恢复期 这个阶段的话 医院的医生会根据你的身体情况 对于进行大量的药物治疗 这个阶段 你一定要谨遵医嘱 最后就是第四个阶段 进入第四个阶段的话 基本上 身体就进入一个 安全的恢复期了 这个阶段的话 你会在医院观察几天 然后再进行一些 核酸检测 如果说成为阴性的话 就表示你不具备传染人 然后就可以等待出院了 在这段与病魔抗症的过程当中 我是挺过来了 我相信 大家也都能跟我一样的挺过来 你必须要对自己 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坚持到底 这是我最后最后一步在上海 在上海 上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